歡迎來到小眼睛工作室 我是顯顯姐姐 顯顯姐姐最近看了一套充滿少女心事的卡通片 不知道小朋友有沒有看過 就是紅袍青春記 英文叫Turning Red 裡面的女主角叫美美 當她很緊張或很興奮的時候 她就會變身成為很可愛的小紅貓 好啦!今天顯顯姐姐會教大家一個高難度小小的繪畫 我們一齊去片 未訂閱的朋友記得按訂閱的鈕 還有旁邊的提示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片段了 這次我用了21x21cm的方形畫紙 如果觀眾沒有這個尺寸的畫紙 可以自己用間斜、剪刀和剪刀去剪裁 我自己也是去剪裁 大概大小的畫紙去畫的 另外我用了Pantel的Poster Color 都是坊間文具店都很容易賣到的廣告彩 由於今次的繪畫 需要用很多廣告彩去重疊 亦都涉及用一些水分去放在那張畫紙上 所以我建議各位觀眾或小朋友 可以用皺紋膠紙平均去貼上他們的四邊 起稿的階段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是決定整個構圖的比例 以及擺位的 首先我會用一個十字線 去幫助自己放這隻小熊貓的五官 我們亦都可以把畫面平均分成三份 去定小熊貓的耳、眼和手 大家可以看看 小熊貓的五官其實是比較集中的 就好像眼睛、鼻、嘴 牠們都好像集中在中間 所以如果各位觀眾和小朋友 都想畫得比較神奇一點 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盡量畫得近一點的五官 這樣牠們就會做到一個很可愛的 美美小熊貓的了 所以你會不會看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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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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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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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